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同意 我的老师纳菲斯也说过 居乐时这个人很死心眼 另外 我还想到一些事 既然墨汁店的信息你们都知道了 我这里没有要补充的内容 我对这地方的记忆还是很模糊 多半是受拔凌影响 小时候 我经常觉得头痛 反复发烧 当时还会突然感受到某种伟大的情感 看见一些模糊的影子 可都是片段 记不住 我那时还小 只知道脑子里有股顽强的意志 现在想想 哪怕无法交流 赫曼努比斯也以某种方式鼓舞着人类 那种传入精神的力量 也许就是他们信仰的东西 赫曼努比斯的意志和力量确实存在 所以 你要说他威胁吗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不 我不打算还 他们也许有资格把握旗主力量的去向 但我需要这份力量来守护须米 我要正面对抗 堂堂正正的再次赢下这股力量 对了 临走前艾尔海森提醒过我 金墨之殿从前是个古老的贵族般的组织 而贵族总是被自己的礼仪所束缚 卡维也说 他在沙漠工作时 听说沙漠部落大多都有自己的规矩 沙漠人总说自己无法违背血统和部落规矩 我们不妨主动一些 提出我们的方案 哦 原来还可以这样 想到一起去了 占据先机 主动提出无法拒绝的条件 我们就有可能拿下他们 嗯 切入口也想到了 我们可以去找塞索斯 告诉他我懂一些医学 想看看他祖父的情况 祟父 雲散 预风 赛索斯 我们谈谈吧 你想清楚了吗 在那之前 我稍微懂一点医学 能不能让我看看巴摩恩的情况 没问题 不过我们的人里也有医生 你想看出什么新花样 怕是不可能了 我只是需要一个答案 跟我来 轻一点 别吵到他 我们到外面说吧 巴摩恩深度昏迷了 情况很不乐观 你们的医生 肯定也诊断出了同样的结果 年轻时受过重伤 后来又积劳成疾 年迈体衰 我必须遗憾地通知你 他的状况对我来说还算眼熟 一般这样的人 最多只能再坚持几天 这些我早就知道 你是他的继承人吧 看得出你尊重他 但你们想法不完全一样 你顾虑的方面更多 更现实 开个条件吧 在巴摩恩还看得见的时间里 给这件事一个结果 我知道你在乎 对啊 很多事不能拖 你应该明白的 其实 你们俩现在的处境非常相似 都跟养育自己的人想法不同 而且明明是另一代人的矛盾 做决定的却是你们 你说的没错 这件事里 双方立场都已经变化转移了 我同意 塞诺 一切皆因赫曼努比斯而起 不妨以用他的仪式来做了断 传说 赫曼努比斯刚到图莱多拉城时 曾与人比武 他和他的两位同伴连日战斗 收复人心 招揽了大批有志之士 那些人后来都成为了 坚默之殿的一份子 这是我们的开始 也是我们的仪式 决斗之仪 很有意义 就用这个办法吧 你也拥有赫曼努比斯之力 与坚默之殿有很大关系 我同意你带同伴参加这场比试 三对三 可以 但我有要求 你们作为功累方 必须连胜三局 而且赛诺 你我都要赌上自己持有的巴林 放任俱乐石带走巴林 是爷爷从前因怜悯犯下的错误 也是坚默之殿必须跨过的议题 这一点上 我不能退让 正合我意 如果我赢了 坚默之殿必须释放居乐石 并将过去的事一笔勾销 如果你赢了 我会归还这份力量 一言为定 那么明天晚上八点 到一室之厅见面吧 铁风 银散 都谈到这个分伤 可没有回头路了 也不是才开始的 从老师偷偷溜走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你得赢 不论是作为大风机关 还是作为你自己 都需要这份力量 对啊 而且这股力量跟了你这么久 他一定也认可你了 不论是作为风机关 还是作为我自己 是啊 这么想想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克服困难 制服了这股力量的 又不是谁都能做到 就是就是 嗯 我和旅行者绝对不会输 我也一样 沙漠文明非常古老 又因为种种原因 一度和雨林产生间隙 就像迪西亚说的 偏见阻隔着人们 心病更是一切的源头 我总觉得 巴姆恩在乎的东西 似乎远不止这些 塞索斯也不是恶人 他有他的打算 一切 就看明天了 就看明天了 沙漠文明天了 有什么地方 你还会在这里 想赢了 我会担心 这边的东西 我会担心 是什么地方 然后你不用 你属我 铁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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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当着众贤之智贤 赫曼努比斯大人权柄与威能的见证 我等将再次举行决斗之仪 此为至圣的仪式 官吏者将不可打扰 百般恭敬 庄严地观看全过程 铁蜂之殿的代表防守方 爷爷 你来了 多少年了 你竟然举办这个仪式 塞索斯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爷爷 放心看着吧 教令院的代表 进攻方 准备好了 今天 我们会用实力赢下话语权 那么 请双方就位 决定出战顺序 在这里 我等将不问来者何来 去者何去 赌上赫曼努比斯的力量 战斗 直到决出胜负 真的吗 我同意 他很强 率先出战 能震慑对手 那你第二个 嗯 决定好了 我们也决定好了 开始吧 第一回合的选手 请上前 别急 安全之声 那边那个讨厌鬼 敢打到他我就跟你拼了 那边的观众戏有点吵闹了哦 你别管吗 偶尖 第一回合结束得很快 下面请第二回合的选手上前 准备好的话随时可以开始 开始吧 小心 注意闪避 去那里加油啊 再先补充的水分 应该没问题吧 障眼法 第二回合也结束了 第三回合的选手请上前 我准备好了 我也是 这是本次仪式的最后一环 请记住你们双方开出的条件 准备好的话随时可以开始 我是赫曼努比斯力量的适合者 现任尖末之殿首领巴姆安之孙赛索斯 长久以来 我们坚末之殿紧遭赫曼努比斯大人的要求 保守秘密 以为求自保之力而与走投无路之时进行实验 我们追随他的真知与力量 可求他的灵魂与光明一同降下 现在我要为争夺这份力量而战 我是大风机关赛诺 闲者居乐时的学生与继承者 会捍卫我的力量 我的老师与我的国家而战 你呢 还有没说出口的话吗 既然是崇高的决斗 就在赫曼努比斯眼前 展露你的真心 所有人 不论男女老少 都在期待着这场战斗的结果 爷爷是贤明的领导者 也是背负了血腥之名的首领 我知道他怎么想 也知道他怎么期待我 但我们已经被信仰束缚了很久 后来 我去了一趟雨林 见到了城里的人 时代变了 现在的须迷人 似乎更快乐自由一些 我站在高处 俯瞰着脚下的街景 然后我想到你 赛诺 你也拥有这份力量 却过着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生 赫曼努比斯的拔凌各有象征 威能 熊光 以及诸多未且之命 我想过 大概是因为我们获得的拔凌象征不同 才会有这种区别 又或者 你已经找到了我不曾拥有的答案 我不仅是一个战士 更是我自己 对 你我都是赫曼努比斯的容器 也不全是 他的名字影响了你我 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如果是你 一定可以回答我的问题 在这份力量与信仰之外 我还能带来什么 来吧 我还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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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的权力以赴 不是要找到他吗 我 好 胜负一定 还打吗 你赢了 看起来 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我将荣光交给你 这种光辉 我等的尊主 众祭司之祭司 赫曼奴比斯大人 那雷光 便是他的化身 是他意志的延续 他原是提纳勒的勇士 自荒漠中现身 为神王阿赫玛而所用 神王死后 赫曼奴比斯带着他的信仰者 连同常年担任祭司的提纳勒人 一同到图莱杜拉城 建立天末之殿 那便是我们最初的起点 我们的职责 是保护和管理赤王文明 所遗留的知识 百余年后 沙中动乱 杜金珠王们先后发动战争 尽存的文明也毁于战火 唯有智慧的城邦 图莱杜拉在提纳勒人引导下 免于猛难 好景不长 野兽们最终还是盯上了 传说藏有赤王之时的图莱杜拉 居尔城的大王率军包围此地 恶令智者们交出尖墨之殿 以证明他的威光 驾灵此地 城中贵族与霸珠勾结 以出卖尖墨之殿的行事 保全自己的统治 更推说尖墨之殿所掌握的知识 才是忽然的根源 一时间 剑末之殿四面出戈 我等的尊主 早已为阻止赤王之时中 包含的污染蔓延 而耗尽力量 为了让剑末之殿延续下去 他击碎自己 启动了赫曼努比斯的传承仪式 将力量平移到凡人身上 借助这份力量 剑末之殿 击退了霸珠的大军 然而 我们并未被视为英雄 为之之力 令沙漠人民心生恐惧 排斥我们 最终 剑末之殿的人们 与图莱杜拉的提纳勒人 一同离开沙漠 进入了雨林 随后的故事 并不难想象 图莱杜拉的贵族 被消灭殆尽 战火烧遍整个沙漠 我们则背负着秘密与使命 躲藏起来 漂泊 流浪 因为背叛 我们自沙漠去往雨林 又因为不信任 我们从雨林回到沙漠 太久了 太久了 然而今日 剑末之殿又一次 得见赫曼奴婢丝的光辉 感谢您 怎么样 感觉还好吧 感谢您 感谢您